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5岁以上老年人宽部骨折一年内死亡率高达36% 比离癌死亡率更高 堪称隐形凶手 台湾妇产科张芳伟医师表示 台湾60至80岁女性因心肌梗塞送医的比例高于男性 专家呼吁女性把握心 动 书 识 口诀 平顺快乐度过更年期 女性停经后三高攀升 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 根据发布的人口推估报告显示 202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0% 约为468万人 现今女性平均余命84.11岁 约50岁会进入更年期 因此女性人生有三分之一时间都要跟更年期相处 女性进入更年期不仅会出现热潮红 失眠 倒汗 骨质疏松等症状 且因停经后卵巢退化 雌激素分泌降低 造成肥胖 腹部脂肪推积 血脂升高 胰岛素抗性增加等 皆是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 根据统计 台湾45岁以上女性与19至44岁女性族群相比 三高 血压 血糖 血脂盛行率高出1至2倍 蔡永杰表示 女性本身的骨质密度比男性差 且进入更年期后 雌激素分泌急速降低 骨质流失速度加剧 不仅造成身高变矮 活背 也提高骨折风险 台湾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人 有骨质疏松风险 是男性的两倍 专家表示 亚洲人较少食用乳制品 钙质普遍摄取不足 因此骨质密度较西方人低 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较高 蔡永杰进一步指出 台湾每年有超过10万人 因骨折就医 从老年人口数据分析 65岁以上就医人数 占全体32% 男女占比为28% 与72% 差距悬殊 据统计 长者宽部骨折 一年死亡率达36% 比罹癌死亡率还高 世界卫生组织WHO 已认定骨质疏松 为全球第二大的流行疾病 仅次于冠状动脉心脏病 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 IF预估到2050年 超过50%的宽部骨折 将发生于亚洲 而台湾宽部骨折几率 为亚洲第一 世界第九 美国国家卫生院 将骨质疏松定义为 因骨骼强度减弱 而增加骨折风险的病症 骨骼强度会随着年龄下降 60至80岁女性 心肌梗塞送医率比男性更高 女性停经后基础代谢率降低 总觉得喝水也会胖 且女性荷尔蒙降低 体内的低密度胆固醇 与三酸甘油脂开始上升 便形成代谢症候群 身体由于内脏容易堆积脂肪 胆固醇塞在血管内 逐渐形成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就随之而来 甚至引发心肌梗塞 张芳伟表示 根据研究显示 女性体内许多细胞中 都有女性荷尔蒙的接受器 血管里也有女性荷尔蒙接收器 停经之后缺少女性荷尔蒙 会导致心血管组织脆弱 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 外界以往认为 男性较容易发生心肌梗塞 但其实60至80岁女性 因心肌梗塞送医的比例高于男性 荷尔蒙疗法 可缓解更年期症状 与预防心血管疾病 蔡永杰表示 女性在整个生育周期的重大事件 都与心血管疾病相关 例如多囊性卵巢患者 有妊娠糖尿病 与妊娠高血压等 怀孕生产病发症的妇女 街角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 呼吁各国政府 关注更年期女性的健康 提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子管理 国际更年期医学会也建议 女性若无乳癌家族时等禁忌症 与早期停经时遵循医师专业建议 适当使用荷尔蒙疗法MHT 可改善更年期症状 以及预防心血管疾病 心、动、疏、十四字口诀 做好日常保健 专家呼吁更年期女性把握 心、动、疏、十四字口诀 做好日常保健 并多利用定期成人健检 早期发现风险因子加以控制 主动寻求代谢综合群防治的基层诊所协助控制三高 让身心灵能够平顺、快乐、健康度过更年期 一、时常与三五好友谈心 二、多保持规律运动习惯 适量运动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 贺重运动如不行 慢跑、舞蹈等和激励训练如举重 可促进隔健康和增加骨迷度 平衡训练如瑜伽 太极犬可提高平衡能力和减少跌倒风险 核心训练也是不错的选项 三、多舒缓放松 吸烟和饮酒都与骨质疏松症风险增加相关 因此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取 是保护骨骼健康的重要步骤 四、均衡饮食 盖是构成骨骼主要成分 可多摄取乳制品、豆类、绿叶、蔬菜等食物 维生素D有助于钙的吸收 可多晒太阳或食用含维生素D食物取得 医师呼吁骨质疏松没有任何征兆 一旦出现症状就已相当严重 许多老奶奶都是在浴室或楼梯间 轻微跌坐不慎造成压迫性骨折 才发现骨质疏松找上门 而且骨折后再次骨折的风险亦会提高 后续的疗养与照护也是一大问题 因此应及早预防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